再还给你 我的身体被火焰完全包围 依旧是火红色 妖艳而邪美的脸庞上勾起一抹青笑 脚步微动倒踩了个七星步 一个高边腿将那狮妖给踢了回去 黄鼎天的眼中满是赞赏 要知道那一脚的分量可不轻啊 而那个刚认识的小孩却是轻轻地接了下来 不想在这小小的狮妖身上浪费功夫的黄鼎天 周围开始散发煞气 直到形成一股黑雾环于她的周身 那狮妖感觉到危机 本能地想躲开 却又怎么是黄鼎天的对手呢 一只小小的狮妖罢了 自言自语的她突然出现在狮妖身后 动了三分干火的黄鼎天 直接一脚踢在了狮妖身上 只是此时她的脚下不是火焰 而是原力 于是便出现了这更加让人瞠目结舌的一幕 那本该再次被踢飞的尸腰 直接在半空中碎了开来 为了不使小月也反胃 我再次吐出一条火龙 将那碎末焚烧得干干净净 游有余计的小月 在我的安慰下很快地收好情绪 现在应该没什么危险了 我们进去看看吧 虽是这么说 但她不是笨蛋 在进去之前 随手地在地上捡起了一颗小石子 须指弹了过去 等了许久也没什么动静 小月看了看周围的环境 又看了看那石门外 那里的岩层体积并不大 也就是说 那个石门里应该没有多大的空间 于是便向众人说道 这扇门里面 应该有一个向下垂直的隧道 我打出石头时用了巧力 那石头在刚穿过那石门后 就会失去力道坠落 而现在这什么声音都没有传出 所以除此之外 我想不到其他的可能 说到这 他的视线转到了我的身上 这很简单 我们进去的时候 试一个漂浮树就行 免得脚下踩空出什么意外 你们觉得怎么样 大家都相继点点头 同时向那扇石门走去 看似走 却比常人要快上许多 若是仔细观察的话 不难发现 那松软的泥沙湖底 并没有任何的足迹留下 这是最简单的漂浮树 民间武林中称其轻功 名曰踏雪无痕 众人是毫不犹豫地跨进了那石门 虽然在那门口时 感觉到了一股刺骨的森寒 但原力流动之间 那阴寒之感 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五个人变换的队形 他们三个硬是将我们加在中间 虽然有些不舒服 好歹也是个金单气的修者 但是为了咱的小夜着想 不想干 也得点头应诺 而且这样的环境中 将心生恐惧 娇曲颤抖的美女 揽在咱温暖结实的胸膛上 岂不是一件美事 念之即死 脸上浮起来笑意 看得小月是嘟了嘟小嘴说的 告诉我 我的脸上有话吗 没有 只是突然想起一些 很好笑的故事罢了 等以后有空 我讲给你听好吗 好 不许反悔啊 那到时候 你就是我 可以依赖的好朋友了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这样说的 我爹娘他们 对我很严格 让我不要随便带人回宫 因此 不过 你不用担心 我爹爹 他很疼我的 而且 我也相信 我师父 和我自己的眼光 到时候 你可一定要去啊 天天 给月儿讲故事 心 悄悄地被融化着 以前 何曾有人这样对待我 除了将我 从地狱 拉到天堂的老爸以外 怕是 没什么别的人了 真的是很感谢上天 让我有幸 遇到老爸 和祝爷爷他们 当时的我是 和其的幸福 但是幸福 总是那么短暂 后来 又到了这个仪式的世界 一个人默默地看着人心的丑恶 直到后来碰上了小兔小月 他虽然戴着皎洁 但清澈如水的毛子 却深深地吸引着我 可是没过多久 他便走了 缓缓地消失在我的视线之中 挥一挥衣袖 不带到一片云彩 一个人时 总是会想起他的笑容 她是第一个让我心动的女孩 我以为我们再也见不到面了 却没曾想 缘分使我们再次走到一起 以前总是感叹命运不公的我 不禁由衷地感谢老天 对我的眷恶 短短的几句话 让我看到了春天 接过秋的萧瑟 跳过东的凛冽 正如小月所说的那样 这扇门内的空间 很是狭小 里面只有一个两米见方的向下的通道口 在夜明珠柔和的光芒照射下 出现了身形 众人对视一眼 香气就跳了下去 这次 莫伤带着小月 各自点点头 便缓缓地向下沉去 下面很黑 黑的是伸手不见五指 只能借着夜明珠的光芒 看清进去里的东西 四周的墙壁都是用坚硬的石块砌成 表面很是光滑 让人难以攀登 我和一云落在后面 当我们全身进入到那道通道时 轰的一声 那石门关上了 接着又听到咔嚓咔嚓的物体转动声 一听到这个声音 我和一云便感到不妙 接着便听到了熟悉的速速声 加速下降 一云是大吼一声 拉着我是迅速下降 但是这样的速度 怎么能比得上头顶射下来的暗器的速度呢 因此 我不得不施展法术挡住那些暗器 当然 令人震惊的是 现在的我 连一个小小的法术都施展不出 木然想起在石门外面 那些颜色和虫上身上颜色一模一样的暗器 顿时是心中一动 将一云用力推向下面 而后将体内的真火释放出来 当然 为了万物一失 运足了原力于手掌上 抡起了缩短板的铁血 好在我是幸运的 那些暗器在高温的灼烧下 瞬间是变了虚无 心中不由地松了口气 明亮的火光照耀下 下面的几人 也将情况看得是清清楚楚 知道后面有变 忙加速下降 而此时 我却忽然闻到一股意味 而头脑有片刻的尸神 回过山来忙吼道 毕竟 有毒 虽然那毒是极为的厉害 但是传播的速度 却是极慢 而且 在这个敏感的地方 众人都保持着万分警惕 因此 在我的话音还没落下之前 众人已是屏住了呼吸 催动原力 在体内运行一周 那不是的感觉 才消失不见 倒不是因为那毒是够厉害 而是我 根本就没有吸进去 那吸入鼻中的异味 还没有穿过鼻腔 已是被我困在了外面 初步判断 那些毒 应该是 致人悬晕 以至于昏迷的 想到这儿 就不得不佩服这些设计者的智慧了 心想 若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人一旦陷入昏迷会怎么样 一旦无法使用漂浮树 那身形 肯定是稳不住 一旦摔下去 肯定是筋断骨折 在不知不觉中 死于非命 还好 这些事并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 这是值得庆贺的 也是值得牢记的 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人家做不出来的 身上依旧是明亮的火光 将那些暗器 净数化为乌有 而我烧鬼的暗器越多 便感觉那骨子一味 就越发的强烈 抬头一看 那漆黑的通道 在火焰的映照下 显得很是明亮 至少我能看见 那黑色的雾气 正在不断地增多 一云抬起头来 清楚地看到我的状况 连忙是提醒下面的人 是加快下降速度 一向潇洒孤傲的黄鼎天 倒是想来点刺激 这于是啊 直接将原力 尽数收回体内 身体直接以自由下落的方式 向下落去 当然 他也不是个笨蛋 在下降的同时 散出魄力感应着周围的情况 也随时做好再次动用原力的准备 免得出现什么意外情况而措手不及 而被莫名拦着的小月 看见这一幕式 顿时扯了扯师傅陌生的袖子说道 师傅 师傅 长哥哥和易叔叔他们在后面可能遇到了什么危险 因此我们还是快点下去吧 在这黑黑的通道里给人的感觉很古怪 莫商自是知道后面的情况 因此倒也不敢多说闲话 蓝锦小月散开原力 瞬间加速下降 我们几个便是从最开始的漂浮运动 变成了自由落体 由于出发的时间的重量不同 因此有惊无险地度过了这场危机 毕竟那有毒的气体扩散的还是慢了些 当我们的脚上踏了硬邦邦的地面时 仍是没有见到 也没有想到 小月的脸上有着心有余悸的淡淡的恐惧 还好有莫商怀抱中的丝丝温暖 有对新鲜事物的兴奋 那样子像极了没见过过山车的小孩 被长辈带着去玩过山车的感觉 那表情似曾相识 这个不知道是古墓 还是其他宝藏之地的地方的设计 实在是让人挑不出什么毛病 这因此众人看来是后者的可能居多 如果除去那阴寒的气流 和一路走来所见到的阴邪之物之外 在黄顶天的脚刚踏上土地的时候 四周突然亮起了灯光 倒是将它吓了一跳 虽然它的修为已经到了金丹基 但是对于机关之类的东西还是很少设计 这阵法还是花了不少时间研究过 而眼前这些显然不是他所熟悉的阵法 因此他就老老实实地站在原地 一步都不敢挪动 边等我们下来边打量着周围的情况 他此时所在的一个拥到的尽头 眼前是一条弯曲着的不知道通往哪的通道 墙壁上暗淡的烛火印照下 显得有些诡异 有些阴粉 再配合着那阴寒气流的流动 更是让人心生恐惧 当然了 黄鼎天倒不至于这样 只是说某些胆子比较小的人罢了 比如小月 他观察周围的环境没多久 墨上和小月落到地面上 而几乎同时 我和易云也是同时了下来 小月看了看前方自然是有些害怕 毕竟女孩子天生就胆小 此时墨伤已将她放下 看见她神色略带着不安 连忙握住她冰凉素白的小手 给她以温暖 小月是微微一愣 脸上迅速收起了笑容 谢谢你 别客气 不是说了 是朋友吗 嗯 她倒也是不过于拘束的人 因此我们怎么表现出来异常的情绪 此地不宜久留 我们还是赶快离开为上 易云打亮一下周围的环境 而后说道 我们现在所在的是 离湖底约150米左右的地下 虽然是在深层 而且上面还是湖泊 但是这里的空气并不是很湿润 相反还有些阴冷的干燥 应该是从地面上传来的空气 和这里的湿气混到一起 并且一直在流通着 但是我却找不到通风口在哪 实在是有些奇怪 而且不知道你有没有发觉 这空气中略带有些血腥味 听她这么一说 我们也注意到这空气中的变化 那血腥味不但存在 而且很明显地可以闻出 是很新鲜的那种 这是不是证明 此时地面上正发生着惨烈的血战呢 众人的心头浮出了这个念头 但此时不是想这个的时候 也无暇去顾及这么多 至少我们几个是安全的就好 只要死的不是我们的亲友 管那么多干渗呢 这个世界本就是强者为尊 弱肉强食的世界 没有实力或者是实力不足 很难生存下来 众人都是明白这一点 也是在时时刻刻刻提醒着自个儿 实力和生命是相辅相依的 两者同样重要 少了任何一样都不行 在我拉住小月准备向前走的时候 墨伤忽然动了 在我们第一步还未落下之前 一手一个将我和小月就拉了回去 回头朝义云说道 这里是不是有机关 义云还未说话 倒是黄鼎天自身后摸出了一个小石块 朝前丢了过去 接着就是轰轰隆隆的声音响起 那墙壁上的碧灯 不知因为何时突然喷射出两米多长的火蛇 而同时涌道里的地板全部翻转 露出了藏在下面长两米的铁钉钉板 看得众人心脏是剧烈跳动着 接着那墙壁上的细小石块也全部是翻转 接连不断地射出大量带毒的飞镖 飞黄石和毒荆棘 再接着火蛇消失 地板和墙壁也恢复了原状 看不出丝毫的痕迹 这连续的变换看得人是重心手心冒汗 师傅你看 这地面上的地板颜色是不一样的 两者虽然很接近 但是有明显的差别 做惯女工的人 很是轻易就能分辨出其中的差别 而普通人则 刚才黄前辈弹出的那块石头 最后是落在深灰色的地板上的 所以只要我们踩着浅褐色的地板过去 肯定安全 为了验证他自己的猜想 他又弹出一小块石头 砸在一块浅褐色的地板上 这结果正如他所料 什么危险都没发生 真是想不到他还会女工 嗯 很是能干 我们很是小心地踩着地板 开始前进 他们或许是没有看到 那有机关的地板和没有机关的地板 之间呢 有一条黑线 或许他们看见了 也没注意的原意很可能是把它当成地板之间的缝合线条 但我却从小到积不可闻的墨箱中确定 这条线是用墨斗弹出来的 到了拐角处 我再次看见两米外的线条 忙叫住众人 指着那条红色的线条说道 到了这儿应该是一个界线 我们不能按照原来的方法走了 从这儿往前的机关很可能有变动 方才我们过来时 那条线是黑色的 而现在 在我的话还未说完便见了塌塌塌的脚步声 同时也闻到了浓浓的血腥 那血腥味比之前来得更要浓 而且听着那塌塌的脚步声 貌似是朝着我们这边走过来的 众人是不由绷紧了神经 按运原力护身的同时 也做好了随时发动攻击的准备 在我们的前方不远处 还有一个拐角 此时在我们精神高度集中时 那拐角处忽然多出一只带邪的脚 接着是一个半是骷髅 半是腐肉的人 小月是不禁抓紧了我的手 长大哥 那什么东西 我伸手将小月拉到身边 手臂紧紧地哭在她身上 拍了拍她的背 有些恶心地说道 那个东西应该是人死后发生了失变 所以她才会变成这个样子 只是有些奇怪 她的身上为什么还流淌着血呢 而且看她的眼睛是炯炯有神 怎么也不像死了许久的人 这又是为什么呢 守不着痕迹 扶上了小月的腰 头却是扭到了一云呢 等着她来回答 只见她翻翻白眼说道 公子 你该好好看看 那位明明是个活人 公子怎么可以咒人家早死呢 这个嘛 她那样实在是不像活人 半边身子是骷髅 半边身子又充满血腥和腐烂的味道 而且面测铁青 明显是死了很久的人 一边的墨伤和黄鼎天 都是无语的翻翻白眼 哪见过这般硬的 明明心里都已经相信了别人的推断了 还是要追根究底 非要让人说出个因为所以然来 这是典型的死鸭子嘴硬 但知道 我只是个半大的孩子 便也没说什么 毕竟是同言无忌嘛 但易云不得不耐下心来给我解说 公子 你看看那人的眼睛便是知道 骷髅和腐肉是没有灵魂的 所以他要是骷髅的话 脸上的表情不可能那么丰富 而且你看在身上所流出来的血 都是鲜红色的 明显都是活人嘛 之所以会带有腐蚀的味道 是因为前不久 他刚和腐蚀接触过 所以身上才会带有腐败的气味 这并不奇怪 你再看他那半边身子 那些骨头表面油带着肉末 照我看来 应该是那些腐蚀撕咬时候留下的 他的那些血肉 怕是被那腐蚀给吃掉了